是耶 Good morning 又是轉新的一天 我們這次來到大阪特別安排了一個行程 轉扭蛋 目標變成一次扭蛋 怎麼可能 上次我們去沖繩太誇張了 我們只重複兩個 一個還兩個 只差一個耶 那個已經是最高境界了 不可能再突破那個境界了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大阪 我們特別來到這裡 Yodobashi 購物中心像mall這樣子 綜合型的商場什麼都有 今天呢就是特別來這邊 因為聽說這邊有很大一區的玩具跟扭蛋店 今天我們的目標稍微改變一下 今天不是迪士尼系列 我們今天想要來轉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那個手上 其實他已經出了一陣子啊 媽媽可以 媽媽可以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台灣都沒有看到 對 然後我們在日本其實也蠻難看到的 所以想說今天來這邊比較多 會不會比較容易找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 走 希望有 扭蛋跟玩具在B2 這邊有超多玩具的 拼圖 模型 電動都有 還有新站專門的扭蛋區喔 這邊真的超多的耶 立馬認真進入搜尋模式 還多到數不完到底有幾台 上百台有 真的超級多超級多 希望有找到我們想要轉的 雖然有很多扭蛋機 但是就沒有我們想要轉的哈利波特 不過這邊的迪士尼系列扭蛋非常齊全喔 我們還看到了一個超美的公主系列手杖耶 它總共有四款 它有灰姑娘 美人魚 貝兒 跟白雪公主 看起來都超精緻的耶 最後就決定今天來挑戰這款 結果它不是扭蛋耶 它是這一個藍色的小盒子 這個是因為這個是真的比較大隻的 對 它比較長的 不是一般的扭蛋機 它剛剛寫15公分 那我們就來猜一下 哇 這個看起來很精緻耶 對啊 看起來很厲害 怎麼猜啊 你看我有個不祥的預感 你有看到一樣的嗎 應該重複 這裡部分 這樣 一個手掌 好 上面的話是這個 對 一個玫瑰花 玫瑰花 好大一個喔 對啊 好大一個 剛才看以為是小小的 因為畢竟是扭蛋嘛 有嚇到我 所以以為是小小的 結果這麼大一個 然後另外還有附一個 可以插著的 OK 白色起來這樣 Cable 是欸 是 是 耶 而且裡面還有高跟鞋 耶 好可愛 很精緻耶 看一下 好不錯耶 哇 好漂亮喔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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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我唱這首歌 好 貝爾 啊 重複了 第三個就重複了 好 再跳過 白雪公主 貝爾 不會又是貝爾吧 太慘了吧 貝爾 又是貝爾 GG 好 因為我們只剩下兩個沒有轉到 剩下什麼 白雪公主跟艾莉爾 對 剩下這兩個 所以我們就一樣一次就先轉兩個就好 搞不好這兩個就中了 白雪公主艾莉爾 喔耶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你看我講對了 耶 真的是耶 你看 超值得收藏耶 是白雪公主的蘋果 然後下面有一個蝴蝶結這樣子 然後中間還有貼一個白雪公主的貼紙 啊 手上也不錯 其實應該是反過來 可是你看 這樣看也很漂亮 美美的 美美的 公主的袖子也好可愛 霧盡其用也真的是霧盡其用 好厲害喔 顏色跟搭配都是白雪公主 超美 好 一樣把它擺起來 美美的 超美 第三個完成 耶 這個這個艾莉爾嗎 拜託拜託 我看到了 對 白雪公主 給我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真的是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所以我們已經有三個白雪公主 好 又轉了一個 哇塞 這集成本有點高耶 這集真的蠻好高 運氣最差了一次 沒關係 來吧 拜託 滑馬車 我們要快湊其另外一套了 我在想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被走完 艾莉爾 寶寶裡面根本就沒有艾莉爾 看那兩包就知道南瓜馬車 又是南瓜馬車 我們 欸 我們三套了耶 我們三套嗎 我們三個南瓜馬車 三個白雪公主 三個貝爾了耶 貝爾 又是貝爾了 恭喜貝爾自己湊成一套 天氣了 真的是他們的最後一個了 如果想要再花錢也沒有了 哈哈 我們居然把他們扭蛋轉光了 然後居然衝不到一整套 太扯了 轉完然後沒有一整套 對啊 這家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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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轉完沒有一整套 會不會扭光光了 有沒有機會呢 不是 南瓜馬車 哈哈哈 南瓜馬車也踢了 這次真的是我們 轉牛蛋以來 最失敗的一次 運氣最差的一次 只有四個人竟然擠不到 太慘了 我抽不到一整套 而且這個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的質感比較好 所以它一顆的話是五百塊 所以是蠻貴的 大概台幣快要一百二還一百五 算是價格比較高的牛蛋 雖然最失敗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這輩子 轉過的質感最好的一次 那一樣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就有機會得到 我們剛才轉到的 扭蛋的其中一個 那我們就隨機送給大家 真的很漂亮喔 對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我覺得每一天 這邊還不錯啦 雖然沒有抽到一整套 但是選擇很多 但是我覺得 扭蛋那種東西就是運氣 其實也沒有什麼 佛心不佛心 反正就是運氣問題 可能剛好 艾莉爾就被人家轉走 就沒有轉到 但是這邊真的很好逛 因為這邊除了扭蛋之外呢 它玩具區也非常非常的大 就感覺像一個大賣場一樣 然後樓上還有一些賣家電啊 賣3C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 在這邊其實你如果來大阪 喜歡玩具的話 來這邊逛一整天沒有問題 所以推薦你們來大阪的話 可以來這邊逛逛啦 在每一天的Yokodoshi 等你們來逛啦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還有按讚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chouk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